阿森要請教老師的是有關老鄉人 是說在這段時間的落燈後 是不是可以使用到鑽根鑽 時間最好這時間有效 如果是他們的 還把頭蓋住這樣鑽根鑽 是不是會發生他最大的效果呢 這是很多人有這樣做 就是說你落燈的時候 是不是會用這個 把頭蓋住在裡面 並說我蓋住鑽根鑽 如果我蓋住鑽根鑽 把頭蓋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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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已經開始在蒙發的時候 可以和鑽根鑽上蓋 直接的接觸 這當然可以刪成這種作用 這很多人在用的 其實 在台東這邊 因為他們 主要他們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 我們在落燈的時間都會留 所以他們的選擇 因為你太過頭冷 憑說你落燈的時間 如果比較冷 這個溫度比較低 我們說的冷 就是通常會在25度以下 這 20度25度以下 這種就算比較冷 比較涼 這個鑽根鑽就接種 那個速度的力量 但是 你如果是有配合 這個有在營 就是說你有配合 這種有機肥在營 這效果就出來了 所以很多人其實 他們是有這個 這種 還是會去用一點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你若是要這樣操作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解決方法 而且還蠻多人在用的 所以算有很多人在用這些東西 所以 這在這裡讓我們 各位好朋友 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嗯哼